导演刘振伟这些年给人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大话西游》系列 不过眼下他终于要推出新作了 依然是喜剧和赵文哲合作 是一部公布喜剧 不知道他脑洞会大开成什么样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看来这《大话西游》情节不光观众没有忘记 导演自己也忘不了 明明是新片《功夫联盟》的开机仪式 愣是把开机地点说成了《大话西游》的拍摄地迎川 不过朝了好几年冷饭的他 这次终于不再拍西游题材 而是转战《功夫大片》 但刚刚还是爆全亮相的正经画风 下一秒导演就带着大伙卖起了萌 可见电影的主题和《无厘头》还是分不开 因为《功夫联盟》的剧本将黄飞红 霍元甲 陈真 叶问这四位不同年代的功夫宗师聚集到了一起 让他们同时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社会 这四人要怎么适应不一样的生活 传统功夫又会做哪些变化 这些导演兼编剧刘正伟看来都是亮点 当然 狭义精神四个字也将贯穿全篇 刘正伟找来了动作演员赵文卓 安志杰 陈国坤和杜宇航 他们将分别扮演黄飞红 霍元甲 陈真和叶问 不巧的是开机第一天安志杰的跟舰不小心受伤 让剧组有点措手不及 这也不是因为什么大动作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起跑而已 可能年纪大了嘛 这个精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其实受伤之后拍这部戏就把故事 这部电影的故事变得更丰富一点 相比安志杰第一次扮演霍元甲 同组的赵文卓扮演黄飞红可是驾轻就熟 当天穿着青装竖着辫子的他在大伙的要求下 再现黄飞红的经典百姿燕子超水 当年被徐克清典代替李年杰出演黄飞红之后 赵文卓其实先后演了九次黄飞红 但提到这一次穿越后略带喜感的黄飞红 连赵文卓自己都乐了 有的时候这四大宗是在一块统一行动的时候 就非常好笑 大家突然一下各自摆出自己的pose 所以当然大家看了 不过对赵文卓来说 吸引他加盟这部电影的不全是另类版的黄飞红一角 1993年在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功夫皇帝方式玉》中 正是在编剧刘振伟和导演的帮助下 让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自己能够胜任反派九门提督一角 因此时隔24年 他可不想错过和恩师的再度合作 第一部戏嘛 91年10月5号开机的日子 当时是大学生 但是很多人都帮助我 一直练的斜眼睛这样 通常是45度角角 很高的 然后把这个眼睛底下画着红颜色 就觉得这人有股邪气 有了新天地向山采访不到 也会认得到的 那就是不合访的